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峰教育一算学院,我是大强哥 咱们这节课呢,讲解运维安全技术体系 首先技术体系这一块呢,我们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来讲解 第一个是有关防控控制的 第二个是有关漏洞扫描的 第三个是有关CICD的安全 第四个是认证授权 第五个是DDoS防御的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防控制 防控制这一块呢,我们又分成四个 分成五个小点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 安全预划分下的网络隔离 这个意思啊,其实就是把不同功能的这个 办公或者是业务区域啊 用网络给它隔离开来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像那个192.168网段 咱们可以把它分成办公区域网 然后办公服务区域网 然后还有再就是开发的 咱们把这几个隔离开来 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 我们就能进一步的保障 还比如说我们10.0的这个网段 你可以分成IDC物理内网 IDC虚拟内网 然后还有公有云虚拟内网 再通过IGP等等这些方式 进行互通 我们也可以申请端口映射外网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系统层 那么从系统层这一块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装机镜像呢 默认开启防火墙 仅开放SSH RDP管理端口 然后我们的SSH呢 一律采用公网登录 禁止启用密码登录 按角色授权系统 权限 第三个那就是咱们的应用层 应用层这一块 比如说数据库 缓存类的应用 你可以部署在内网 然后管理接口呢 禁止对外网开放 按最小权限的原则进行授权 这个都是对咱们这个 跟咱们访问控制有关的 跟访问控制有关的 大家在工作当中 其实只要养成习惯 就不用 就不会去犯类似的这种错误 但是往往呢 很多同学 他都是犯懒 比较懒 先麻烦 然后 用密码 不用不用公钥 因为用公钥的话 你得设置啊 你得传公钥啊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统一入口及防控制 这个所谓的统一入口及防控制 指的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业务 包括咱们的所有的 咱们所有的这个服务器 全部用统一的网关入口 那当你用了这个统一的网关入口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统一的这个网关入口呢 对你内网所有的服务器 网络进行 进行那个 比较统一的管理啊 那一旦你有了这个统一的入口之后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网络就跟半光网 半光网一样了 你可以对外屏蔽 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端口访问 然后对内呢 你可以限制出向的流量 在风 在风险缓解和攻击阻断上 比较有效果 好 然后第三点第三点应用层访问控制 那像这个应用层的访问控制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WIF防刷线流 啊 这种方案 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公司里边没有WIF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软件级别的ACL 访问控制啊 来进行访问 比如说像那个 NJX上面的Libiter rate 这个就是限速的嘛 然后还有HAProxy上面的ACL 来进行访问控制 好 第四点呢 就是堡垒机和VPN 我们这个堡垒机呢 可以实现统一的运位入口 也能做到集中访问控制和审计 我们在登录这个堡垒机的时候 也需要去拨入VPN 目前我们用的比较广泛的这个VPN呢 有IPSEC VPN 啊 还有SSL VPN 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呃 还包括OpenVPN 再一个就是服务器的SSH端口 或者是业务管理后台 你可以指对你的堡垒机和VPN Server开放白名单 其他的全部都关掉 第五个是基线审计啊 于入侵检测 这个呃 公司里边所有服务器的这个审计功能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操作操作系统的一个审计服务来做 但是操作系统的审计服务做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用的最多的其实是通过堡垒机啊 通过堡垒机或者跳板机来做审计 这个所谓的审计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操作系统 被哪个账户登录了 什么时间登录了 他登录之后都做了哪些操作 通通全部都给他记录下来 这就是审计啊 好 那这个防控控制这一块我们大概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再就是咱们的这个漏洞扫描 漏洞扫描 漏洞扫描这一块呢 嗯 咱们咱们做运维的其实并不是特别专业哈 并不是特别专业 那如果公司里边有财力的话 可以请一些专业的安全公司来做这个漏洞扫描 一旦你扫描出漏洞来之后呢 尽量的把这些漏洞全部都补上 当然对于咱们Linux操作系统来讲 或者是Linux操作系统里边 绝大部分的应用来讲 那全部都是以升级版本的方式来补咱们的漏洞哈 那第三个这个CICD的这个安全 CICD的安全这一块呢 我们分成两个小点哈 第一个就是敏感信息的泄漏 第二个是代码和镜像的一个安全审计 所谓的敏感信息的泄漏呢 指的就是你的原代码哈 尽量的不要去上传到哪啊 不要去上传到公网上 尽量的不要上传到公网上 然后我们对这个代码的一个管理呢 应该有应该就是严格管理 不应该你公司里边所有的人都能去访问这个原代码 然后第二点就是咱们使用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代码和镜像 往往我们使用的这个代码和镜像啊 它可能不是咱们自己做的啊 我们直接下载的别人的镜像 那你下载这个镜像的时候呢 尽量的去干什么呢 尽量的去使用官方的镜像啊 不要随便从别的什么地方去下载镜像 好 然后第四大点 认证授权 认证授权这一块我们主要是有这么几点哈 第一个 你SSH啊 不允许用密码登录 必须用公钥登录 这个就防止什么呢 防止暴力破解 第二个建立个人账号的概念 这所谓的个人账号指的什么意思啊 就每个人一个账号 不允许多个人共用一个账号 因为这个账号传来传去 它的安全性我们就没办法保证了 再就是这个公共账号和个人账号要分开 口令安全需要注意复杂度的校验 像我们那个各种属于弱口令的密码啊 我们通通都不允许使用 无法通过网络层或者是应用层进行访问控制的啊 你可以去增加认证授权机制啊 再一个就是RBC根据角色授权 接下来最小授权的原则 其实这个咱们都知道了 最小授权的原则就是 我只需要一个X权限 那我就不要给它RW的权限 我只需要一个R的权限 那你W和X权限我们就不要给 那同理我们的root啊 rootadmi级别的这些系统账号 数据数据库的账号啊 通通都是这种原则啊 再一个就是这个白名单机制 我们可以同时限制 root级别的这个数据库账号 仅能通过白名单的IP来访问 好最后一个认证信息管理 认证信息管理 认证信息管理 这一块我们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跟容器相关的这一块啊 跟容器相关的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Kubernetes呢 它提供了Configure Map 这个咱们大家都学过了哈 用于传递这个认证配置路径 或者是其他的间接变量 用于计算认证信息 然后也可以用什么呢 也可以用HashiCopper Walt 进行认证信息管理 最后一个DDoS防御 DDoS防御这一块 其实很多公司都经历过这个 都经历过这个 然后特别麻烦 怎么说特别麻烦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公司里边的财力有限 往往防御DDoS呢 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 升级我们的各种配置 升级网络带宽 升级服务器配置 你能这个乘数的攻击量就比较大了 那这一块我们从这么几方面来简单介绍 第一个就是流量采集 第二个是流量分析 第三个是流量的牵引 第四个是攻击阻断 过滤的一个简单介绍 好 首先那个流量采集这一块 流量采集这一块 我们分成云清洗和IDC清洗 这个云清洗这一块 我们又分成DDoS和反映代理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外边服务呢 你使用域名对外提供服务 只需要将DSA记录 指向高防或者是清洗IP 然后或者是什么呢 DSC name到云清洗域名即可 然后反映代理这一块呢 通常用于那些拿IP直接对外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游戏 IDC清洗这一块 流量 流量镜像 流量分光 这种方式要求什么呢 要求IDC机房 部署清洗或者是高防机群 通过在网络设备上 镜像流量 或者是分光 拿去做异常流量的一个检测 说白了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需要就是对咱们的流量哈 对咱们的流量进行一个呃 进行一个类似于过滤的这种清洗操作啊 接下来的就是流量分析 这个所谓的流量分析指的就是我们对咱们的呃 数据流量数据包进行一个捕获抓取 然后呢 再对它去进行一个流量内容上的一个分析 比如说哪些流量它是异常流量啊 哪些流量不正常的话 我们找出这些流量来 然后像像我们在实际生产环境当中呢 呃 经常使用的方法啊 有NDPI加上PF ring的这种方式 然后呢 也可以使用英特尔的DPDK的技术 好 接下来再就是再就是咱们那个应用层分析 应用层这一块呢 呃 很多公司使用BRO流量解析 当然你也可以配合什么呢 配合PF ring啊 进行一个性能加速 那当我们找到这些这个异常流量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触发报警的一个操作啊 再一个就是流量牵引流量牵引 这个流量牵引指针对IDC清洗有效啊 通常呢是清洗设备与IDC的出口设备建立BGP协议 清洗设备向南的IDC呢 出口下发牵引路由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流网目标IP的所有流量呢 都会被先送到清洗设备进行过滤 其实就是呃 一个流量上的一个引流啊 或者是流量上的啊 就是流量上的一个引流 好 最后一个就是攻击阻断与过滤 这攻击阻断主要指的是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黑洞路由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某些服务器碰到攻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流量呢 给它引到咱们的呃 黑洞路由里边去 流量过滤呢 主要是使用适配清洗算法 以及各种算法发指啊 由此来区分正常的流量 还有异常流量 之后呢 把异常流量给它丢掉 回回送正常流量 其实就是在咱们那个流量正常进来的这个路径当中的 把流量给呃 拉到一个位置去 给它进行过滤 过滤完了之后 把正常的流量再送回正常的管道 好 那咱们这节课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下节课咱们说这个数据安全哈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下节课咱们 按道理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